主料,鸡蛋6个,白糖200克,水衣10克,迪金面粉180克,黄油46克,牛奶72克,辅量,奶油双膝100克,色素,蛋奶油30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把全蛋打入盆中,加入白糖,水衣,搅拌均匀,隔水加热到45度。 放出湿机里,开高塑胶打到体积膨大,颜色发白,转低塑胶打到细腻,无大泡,划过有花纹,不欲消失,筛入了低筋面粉,用胆车子底部向上翻动,转洞盆,这个方式搅拌至无干粉,把牛奶黄油混合加热至黄油融化,隔水加热吧,这样安全些。 将一小部分面粉糊,混入黄油溶液中搅拌均匀,再将其倒入剩下的面粉糊中,搅拌均匀,将面糊倒入模具中,泡香170度,放中下层,上下火,45分钟即可。 蛋糕烤好后放蛋脱模,蛋奶油加白糖打发,盛出来一点备用,蛋糕分成三片,拿一片放表花台上,抹上奶油,再放第二片,也抹上奶油。 最后放上第三片,用刚才剩出的奶油,加一点蓝色的色素,搅拌均匀,用蓝色的奶油抹上面和四周,抹平。 先挤上底部的圆点,用奶油刷分别调入不同的色素,挤出大小形状不一的花朵,把挤好的花朵放在蛋糕上,用叶子花嘴抵上叶子装饰下,即完成。 我还在蛋糕的底部放了三朵花,成品,成品,烹饪技巧。 这种蛋糕用到的奶油刷表花放在上面非常重,最好选择海绵蛋糕披子。 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